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海生凭借熟练的技能 在全然看不清管道的情况下 成功处理了这次险情 像我们这个软料 如果大量的泄流的舱死的话 首先一个时间长了 就造成我们这个舱内的空气环境受到破坏 所以说人也待不住 人待不住的话 那停就没法操作了 这是一次试验潜航 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置身于危险 再处置危险 记录数据总结经验 只有初中学历的小海生 编写了AIP系统操作流程 某型潜艇AIP安全管理手册 等百余部安全规范和通用教材 以前在车上没有实装过 所以它好的东西都是一种 属于一种刚开始的话 属于一种实装实验 资料比较缺乏 就靠自己重新去摸索 AIP技术的出现被称为 常规潜艇技术的飞跃性革命 它无需从空气中获取氧气 也就意味着潜艇潜航的时间更长 隐蔽性更强 由于携带某种特质燃料 有人形容它是水下火伤口 就是在这样无参照物的情况下 小海生以全优的成绩学成归来 被任命为全军首位AIP专业技师 基本上的话 现在AIP行李上面的 包括技师班长 七八十都是我带船的 潜艇无小事 这是在小海生二十多年的服役生涯中 体会最深的一点 也是他自己一直恪守的标准 我感觉我刚开始心没上行的就是 我没有说胖 为什么说我感觉那时候 我自己胆子很大 但是相反的 现在我服役到二十多年了 我感觉我发现我胆子也越小了 比较说万无一时 我说万无一时还不行 万无一时一万次说不定还有一次失误 那只有无一时才能确保确实没有失误 如今小海生在部队已经服役二十多年 零失误 零差错 安全潜航十几万海里 为海军培养了数十位AIP骨干 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整体的 十个还有二十个人 同时在一秒钟之内 或在几秒钟之内 同一个时间完成好几十个动作 才能让我们的一个蜻蜓 完成一个战术工作 所以说只有这么多人 都不失失误 他才能更说 这个艇才能保证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